何至算是最大黨呢?是議席最多?還是黨員最多? 其實我覺得2010年最大轉變是阿錦 因為他以前沒有說那麼多話,除了講波之外 嚴重警告我們的支持者千萬不要報社民的後審 一會覺得社民其實沒有什麼老文化 不過就有這個賣堆文化、獨森文化、異議文化 不喜歡說社運界也好,我覺得上一年簡直是 社運界已經寫出喪屍電影了 逢星期六晚,九點半至十一點 林宇陽、萬必、聲洩醫生、馬草黎、劉翁 還有袁利明和近文芝 和你一起打造妄想最大黨 第二節的妄想最大黨,劉翁也加入了我們 稍後我們說這個替補機制 他就是政制專家,在我們裏面 多一點分析 他問完林須倫,那些林須倫都迴避了 沒有回答到 是完全沒有回答到的 對,他都不敢回答 根本他回答不到 為何功能組別 用比例代表制 但功能組別又不替補 應該說是單一可轉移票制 而其實最能夠 唯一一個全世界會有替補制的選舉制度 就是單一可轉移票制 而他偏偏在功能組別 那四個組別就不替補 好像吳太太一樣,他會吸收其他 知道他下一個 孫綿羊之後,你會選誰呢 沒有啦,只有三個 要補選 所以如果是這樣,我就想 翌日我也會去排隊 是啦,我們排隊 如果我們有隊,你排隊 我們會被人打敗你 就不會同歇啦 不會同歇 說一下七一 你猜今年七一會多人 還是少人 還是多少人 心裡有否有預感 我覺得應該會多些人 因為我自己會努力點去叫人 我們都猜會多些人 但是政府 警方出很多陰招 或者出口術 就想少些人 比如他 這個文鎮哥 他放了那張要求 是很多很沒道理的 聲使醫生想著 挑戰惡法的 我知道 其中一條就是 參與者不可奏喚樂器 否則被視為觸犯 簡易自著條例 228章 括弧4 我一心想著 現在正在練 那些口吹的風琴 那些很響一下 又不用電 就吹這個打怪獸那支歌 噢 他有iPad變樂器 我今天特地下載了打鼓的apps 就算他不給我大樂器 我都整個鼓回去 我的iPad裡面有一個拉小提琴 對 我們就打算全樂器 其實什麼叫大樂器 我想問 如果我帶一個iPhone出去 將一個MMO在這裡播 然後在這裡唱歌 那這個是樂器 對呀 有人已經說了 這個卡拉OK戰士 如果我看到 我都會撲過去 其實我不是很明白 我們正在錄一堆歌 有時候大家悶悶悶的 你知道整條路很長都很悶 有時你不是跟著 一直聽到廣播 我們播一下歌 各自自己背後有兩個喇叭 那算不算樂器呢 還是當年你見到 我們那個小利民主黨喇叭 怕今年這支東西 重現江湖的時候 會吹爆你呢 其實是不是主要怕這個人呢 我簡直不知道他怎樣 定義什麼叫樂器 以嚴格來說 人聲都是樂器 還有法輪功 他每年走 他都有大樂隊 有銀樂隊 什麼都有的 那是不是就不給呢 還是你第一個先拘捕他呢 怎麼為之不給呢 以後警察傳出來的那些 他一有銀樂隊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查他的牌 警察可以著情比拳他 那他也要申請牌 他自己跟自己申請 那你也要傳出來給人看嗎 那他不會自己去抓自己這麼蠢 他只是選擇性執法 所以就說這個不公平 遠遠看到萬必在吹奏 那就是抓萬必 我打算用烏烏Sella 再表演吹歌仔 你才可以吹到歌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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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他有音的 我也真心覺得 大家這次可以來一個公民抗命 大家一起帶樂器出去 那句小提琴也好 Saxphone也好 之前在Facebook有人說戰鼓 那戰鼓就是 家裡拿一個紅A膠筒 然後拿一個飯殼去敲 對呀 其實非常之好 我當真心想著 可能帶樂器上加 你就拘捕我 你拘捕我之後 就全世界一起震撼 為你 即是繼香檳當襲擊之後 又一經典 但你可不覺得 他這樣寫反而是 聊交喊聊交打 我覺得 他這個主要 其實 我自己的感覺 以我自己的旁觀者來說 針對法輪功 多過其他人 因為法輪功 是一個很齊整的樂隊 然後很多人 他們是很多人 什麼天國樂團 還是什麼 這麼多年 為何今年才要斟酌他們 今年新警務處長 還有一些 很奇怪的 要確保遊行隊伍 以正常速度前進 什麼叫正常速度 那老人家行得慢 年齡不同 速度不同 那你怎麼計 是啊 避免因為籌款、販賣及簽名活動 等於減慢遊行隊伍的速度 其實最減慢遊行隊伍的速度 就是警察那些無謂的捷龍 將你分成一部分 所以有些人說 如果今年他再無理捷龍 即是無理那些就算 如果真的 你說有車過那些就不算 你捷龍 好 我們就坐在那裡走 是啊 如果你一捷龍的話 是啊 那看一下 而且我們在那裡想 找人 即是你這麼鬼 我焗天使 躲著我們 整班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 你臭我我臭你 這樣 這樣暈、吐 這樣很常見 那如果走過去 捷龍的警察那裡 說 我好不舒服 然後咬他 沒有仇報 沒有仇報 然後昇士說 他真的吐 應該告不入 問題他都會去說 他都會 他要選擇性執法 他都會首先說 是你要 你襲警 一定是這樣 那應該到時 帶好幾瓶大啤去 幾瓶大啤去 有什麼 喝醉酒 你曬著我 是不是 是啊 我燒暑 是啊 我燒暑當然是喝幾罐啤酒 他說你醉酒鬧事 待會 難道要吹波波 行遊行都要 當然要吹波波 但今年應該一定很精彩 我覺得 吳太太有沒有想過 你會什麼角出其謀 除了血衣之外 血衣 還有都會舉牌 一定 你會舉什麼訴求 反地產霸權 還有反這個 替補方案 其實替補方案 這個真的是 一個23條的part 1 我們覺得 是上集 下集就是23條 逐點來 很多的 總之他不喜歡你 哪一瓶 看見你的眼睛大又不喜歡 應該說大眼又要犯罪 看見他口大又不喜歡 又要犯罪 總之來 不知道他怎樣搞 因為他現在這個政府 都不是人 有些呼籲的 選民力量回答我 選民力量的義工 現在是需要多些人 如果想幫忙的話 可以上到選民力量的 Facebook專頁那裏 找一個負責的朋友 達明 嚴達明 他有手提的資料 寫在這裏 大家可以來幫忙做義工 因為那天需要大量的義工 七一 其中一個重要的主題 就是反這個 替補機制 大家覺得各黨的表現如何呢 即是民主派 我看到今天明報的 那個說法就是 民主黨就決定在7月13日 二讀替補條例的時候 他們就會離場抗議 就不會參與這個二讀的辯論了 公民黨和何秀蘭地 都會留在這裏 繼續參與這個辯論 黃毓民陳偉業說了 他們會打拉布 拉布就是 拖延戰 不停提修正 拖延到 在這個會期裏 是不能夠通過 提普案條例 他的戰術就是 以時間換取空間 因為真的沒有諮詢 其實政府沒有做過諮詢 我們那天去的那個 是立法會的諮詢 不是政府搞的諮詢 分得很清楚 每來三分鐘 政府臨遂 不可以說你有搞諮詢 那個不是 那個是一個特別會議 可能初初不吵 可能都沒有 還有立法會的諮詢 和政府的諮詢 一定要分開的 理論上在三權不合的制度之下 是兩個不同的機構來的 還有其實 官符三黨拿出來的方案 其實你很明顯看到高下立見 究竟民主黨你這樣做 其實你想做什麼 就是你想 眼睜睜地看著它通過 然後自己假裝金盆洗手 反過來 那天 由吳靠儀叫大家離場 大家全部離場 辭職退了法案委員會 不再跟他開會 然後公民黨和民主黨就說 是不會提出修訂的 原因就是因為覺得 修訂就是同流合污 其實這個真是 聽到我們吐血了 我那剎那就覺得 你是不是這麼硬 等於這樣 我是不跟你講假的 不買就走了 不會跟你講假的 但你是不是真的這麼強 可以令到 你有超過一半 你可以這樣做 你現在沒有超過一半 我想問你現在 你正在做這件事 對於最終的結果 有什麼效用 其實 而且你要記住 這個很特別 從來他沒有試過 有一個方案 他們想推翻的 是會不提修訂 還是不參與 當日在法案委員會 他辭職 很老實說 那是一個姿態 那個姿態 是大到 令到傳媒 或者整個社會 終於對這件事有關注 所以是有效的 我們其實看這些 所謂的那件事 本身的道 那個principle 是什麼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你在立法會 尤其是在香港 這樣的立法會 你正在做的事 是一個抗爭 是令到 希望 尤其是你最反對的 惡法 都要有一個 反對派 或反對派的聲音 所以 那天我覺得這樣做 是沒有問題 但現在 他們決定 白黃硬上公 你現在 想用什麼方法 去阻止政府 立法 例如23條 好了 現在很明顯 他們的說法就是 七一 好 我們先看七一 我們希望 鼓動越多人上街 好 令到人民力量 令到政府低頭 沒有問題的 但即使是這樣 你在做七一 鼓動多人上街 但是 第一 你需要不需要已經說明 你不用拉布呢 你不用拉布 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七一多人 有五百萬人上街 那你就馬上跪下 那不用說 你也不用之前說不拉布 好了 如果七一只有五個人上街 那 你想怎樣呢 就是不拉布 講完 那你有什麼做 你做到什麼 不要說不明白 其實是明白的 民主黨為什麼這麼快就說 他7月13日是不會說話 是會杯葛呢 其實他就是假裝反對 用最低成本 最簡單 最舒服的方法 假裝反對 而假裝反對之後 他不會跟你討論 到投票回來投反對票 之後收工 放暑假 因為他不在我責任 他覺得 也不在我責任 因為他們絕對不會拿來辭職補選 他也說 你香港人得不得到真民主 到意上 他是要投反對票 但他不用跟你死過 他不像我們覺得 他真的來強姦你的選民 強姦你的女兒 你是跟他死過 但他不是的 他不是的 我是我做開雞的 你強我我都可以享受他 其實是兩件事 有黑人在這裏 所以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就算你是一心 幾樣東西 有很多點都不明白 根本上不拉布 我就不明白 不辭職我明白 我不會同意他 但我明白他為何不辭職 不拉布我簡直是不明白 更加不明白 就是為何你不是七一之後 才說不拉布 為何你現在已經說不拉布 我就最不明白 是呀 那是甚麼意思 我想問你 會少了人出七一嗎 我不明白 我完全看不到 所以其實他們都錯了 真的不知道怎樣 其實民主黨怕越說 他就越被人拿著他的 後腳 有女感 現在說了 人家都問 上次民主黨通過的證據方案 你自己的會員 黨員求你 再給大家兩個星期 就是諮詢一下大家 諮詢一下市民 當時你都沒有 所以 對方 我跟我說 就拿著這些質疑 如果你想拉布 他根本就沒有立場 去罵政府 急速 因為他們根本就是這樣做事 你上次都說等不及 我們是要決定這件事 要做 後來再解釋給大家 現在政府還未通過 後來先 用一年的時間 去解釋 道理給大家聽 不是的 其實也是一樣 這是民主黨的邏輯 實際上 在整個立法會的諮詢 就是我們去的聖席會 其實林瑞麟 都不停舉民主黨所說的 做的事 做的事 來支持他這個方案 其實 是啊 做了他的子彈 所以我想問民主黨 究竟想怎樣 我真的很想 不是假裝反對 不過算了 民主黨在這個錄音室裏面 我們一向對他沒有期望 所以算了 究竟公民黨想怎樣 是的 余大壯究竟想怎樣 他怎麽可以說 去拉布 提出修訂 代表認同這個遊戲 這個是有些問題 因為我記得上一次 政改方案的本地立法 有些人都笑他 提出幾十項修訂 其實市民聽不懂 他就說 從這個修訂裏面 即使修訂未否決 就可以彰顯到 那個惡法的不義 或者那個惡法 沒錯 這個是他們自己講的 我清清楚楚記得 在當時反高鐵的時候 我第一次參與 在立法會門外 有人整個大screen 然後讓我們一群人坐在裏 應該都在裏 看著 然後見到他們 不停提出修訂動議案 然後見到那些官 根本全部搭到亂龍 胡莉馬茶 那就更加顯出突顯 其實整件事 他們是有陰謀詭計的 又或者根本那些事情 想不通透 就硬要臨急就張過 你不可以說 這樣去拉布 是做不到一個 讓到市民明白 那樣東西 是令到市民更加清楚明白到 很多漏洞 這一次是絕對有理由的 因為為什麼 人民力量要提出拉布 就是因為 只要拉布過一天 隨時這個會期就完 然後立法通過不到 在這個會期 有兩個月時間 去再做民意的鼓動 諮詢什麼都好 這個是最有 那時候高鐵反而沒有這個會期 天使地利優點 那為什麼不做呢 反而提出一個 如果我去修訂它 就認同了 那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反而這個 政改方案的本地立法 你就提出這麼多修訂 你是認同它的 反而這一個 都不是只不過 但比較上來 比較政改方案的通過 這個說真的 是一個低層 沒有那麼嚴重的 一個條例 說到這裡 公民黨 都會留在這裏 會幫 其實都會幫 人民力量拉布 我想 對 你是不是先認同 那你就會認同 你會不會說話 會的 會講話 那你是認同 但提出修訂 就是認同 講話就不算認同 我們現在迫先都對的 其實有些人覺得 其實他們的記者 先問了梁家傑 很多時候 那些資料都很prelem 然後 下午我們開記招 跟毓文 然後毓文再提出 那些記者又寫 於是 整個story 都寫在一起 那你的感覺就好像 兩邊在對答 就好像 毓文提出 要拉布 他們就說不肯 所以我覺得 其實這些都有待觀察 那我又覺得 一個reasonable make sense的大狀 一向都是make sense的 有什麽在這個 拉不拉布 參與不參與拉布上 會夠不make sense的 看看珍姐 怎麼看這件事 拉不拉布 這個問題 拖不拖延會期 我就覺得 有可能就應該拖延 因為如果 照聽你們的資料 我吸收在腦 我當初不知道 那些國黨 是想怎樣做 我就完全不知道 現在 聽到你們的資料 我就覺得 應該拉布 因為如果是這樣說 會期 可以拉到 會期 都通不過 希望給市民 轉息的機會 可以再發動 多些人 你多三四個月 做足諮詢 到最後 都回集不到 成為一個主流意見 而禁止這件事 我們死都死得 眼閉一點 其實主流傳媒 都很少很高調報道 直至我們那天 上個星期六 開始 有人關心一下 這個星期 剛剛他們的 Walk out 又有人關心一下 但都不是很大的篇幅 甚至蘋果一部 我都覺得 他們不想 這件事 去到 到很高 很高就彰顯了 民主黨過去的 要保護他 如果不是蘋果 應該都算會繼續 潑7-1 而難得 殺到尾 還有一個多星期 才有一個 這麼重要的議題 有機會 潑7-1 他們都不潑 所以我們說 張柏芝 最後要拿大紫荊聲張 為什麼呢 霸了 報紙 連新聞版 都寧願講 張柏芝、謝霆鋒 就不講 我們這些 大是大非 剝奪香港人選舉權利的政治 其實這比上次的政改更嚴重 某程度上 那個政改就是進不進步 現在是退步 是直接剝奪 剝奪了一個 你和我都是與生俱來的 就是一直在享受 是啊 你們是與生俱來的 但是上次政改 明明是可以反對的 這是兩件事 現在我覺得 甚至我們提出 為什麼有一個總詞 或者再搞五區公投的提法 其實我覺得 是值得思考的 就是究竟 以前你們一直說 我們一定要在議會裡面生一隻 要一直都不能少 之前的說法就是 為了我們可以否決政改方案 結果就通過了 好了 繼續在裡面 繼續在裡面 做花瓶都OK 做花瓶都退一步了 現在就說 做花瓶都可以一直討論法案 希望用盡方法給傳媒注意 如果有反對的話 修訂好 在議會裡面發言好 令到市民關注 也有可能令到政府 將某些不妥的法案 收回或者修改 整個法例的通過 都是依足程序 我跟著這個依足程序 現在這個提寶方案 基本上就是爆黃硬上公 什麼都不做 諮詢也不做 不做一個最基本的程序 我真的很想問 在裡面的23個議員 其實 你還在裡面做花瓶 還有什麼用呢 究竟 你連人家 跟規矩做 別人都不理你了 決定爆黃硬上公了 決定大乘扎社會 那你現在究竟 你那個23席 一直都不能少 是還有什麼用的呢 這個東西 不單是說給民主黨 或者23個議員聽 還是說給那些 還對民主黨 有一絲留戀的人聽 還有還是對港 說不能夠追擊 我們必須不可以輸議席 無論是區議會 還是立法會議席 給民建聯 保安黨 那些人說 我都要問問他們 究竟這堆議席 現在還有什麼用 所以其實連參加公衡組別 那個說什麼 每一個防線都不可守 這個說法都已經沒有了 即是寸土必爭 你現在都不爭 你現在是狡蟹頭 還說什麼寸土必爭 還有你要知道 譬如如若薇說 現在暫時都要專注於 政府撤回方案 免得分散了焦點 這個是mission impossible 這個真的完全是mission impossible 沒有這個可能 這個世界不存在 淋訊論無故 會肯撤回方案 就算我們十萬人留守 他都不會即時撤回 所以你一定要有策略 以及目標為本 你作為反對黨 最後的目標 都是要反對到一些惡法通過 而不是在惡法通過的時候 你站在一邊 翹起手說 其實不關我的事 那就叫做做完你的責任 我覺得那一剎那兩個政黨 就好像 跟毓民大舊仔 劃清了界線 但政治真的一天都嚴長 過了七日之後 如果真的有五十萬 一百萬 可能民主黨都會轉態 假裝強硬 他不是的 如果他有一百萬 你現在馬上撤回 我們不用做任何事情 他有這樣的情況 他就會推張文剛出來 哭緊口地說 他會不會 到有一百萬 百五萬 真的不肯走 他會說 我們民主黨五個總辭 當然是不會 其實他基本上 最好自己什麼都不用做 記得 你們幫我市民 數人頭 幫我爭取到 然後我就在勝利那一刻 站出來 其實03年已經是這樣 高鐵也是這樣 高鐵也是這樣 高鐵甚至阻止不了 出來拿出 都算了 現在我就問你 究竟你想怎樣 你究竟想帶領群眾 還是你先坐在這裏 霸位 而且霸位是沒有用的 我為什麼要你的所謂泛民 是廢的 是啊 如果五區總辭 由他們帶領的話 他們是一百萬的 全部五個沒有約滿籌金 所以沒有可能 都是mission impossible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們要搞下去 譬如說 其實老實說 要求總辭 無論是二十三席 又或者是五區 其實這個說法 都是由我們選民力量提出 其實我都覺得 從之後 一段短時間裏 我們都有責任繼續去逼他們 怎樣逼呢 主要就是逼公民黨 你知道有個記者打電話來給我 他說 收到封 我真的有人跟進 你們七一那天 組成人鏈 就會阻礙民主黨的人前進 我說 沒有 我們沒有這個計劃 你哪裡聽回來的 皇上說的 我想跟他說 就是 阻礙民主黨前進 這個民主部分的前進 是他們自己 從來沒有人阻礙他 如果他真的 你這樣回答 記者 那個實力沒有那麼強 我心裡有多明不明 如果他這樣 如果那個實力走前 我正常開路 幫他散花 迎接他 走這條民主大道 就是他肯走前一點 大家都落見其成 但他不是 現在他越縮越後 就是要掉頭走 這個才令我們很失望 要深水清 你聽回六四的時候 最後說他們反倒退 目標就是 繼續可以搞六四 反倒退已經成功了 是啊 現在這一次的 提捕方案就是一種倒退 那倒退都可以 接受或者倒退都可以 就手旁觀 老實說 公民黨之前都反對五區公投 都被你逼 不是被你 被人逼到 被大家逼到 鼓勵到 我相信他還可以 他不是鐵板一塊 民主黨我們就基本上對他死心了 有些人對他還有希望 又要叫我們 一致 不要現在就要分裂 我都不理他們那些人這麼多 公民黨究竟會怎麼做呢 還可以再看看 世黨議員 譬如何秀蘭那些 我更加不會 他們的變化很大 他們的空間很大 他們的空間很大 最主要民意在哪裏 大邊在哪裏 大邊在哪裏 立即變民主女神 想幾個計劃 但都要看七一的風勢是怎樣 是吹大風還是微風 所以我覺得公民黨 我撇開道理在哪裏 我純粹講政治 我只能覺得他們完全是亂七八糟 和人錯了 我都是這樣 你不用現在說定 你不會拉布 你不會總辭 你就是等 你說建國行步 你就不用說建國行步 你不用說建國行步 就不要說第二步 你說我們對於所有提出 要有辦法令政府涉回這個方案 我們都會開放的 可以聆聽的 不過現在我們最重要 希望七一最多一些人上街 希望就是那一刻 就可以推出這個方案 那就可以了 現在你已經講到絕實了 然後如果最後你又反覆 就像上次五區公學那樣 又是雨到飽 這些其實是甚麼政黨人來的 這節時間是不是差不多 又要休息一會 沒有什麼位置給你說話 你要搶的 在這裡 要搶的 不要搶不要緊的 我餓我餓 不拍戲就坐到尾 好嗎 不發現就是贊成的了 就是贊同的了 好 回來再談 贊同 古有唐吉柯德 今有選民力量 不自量力 膽今挑戰九大禍港霸權 地產霸權 傳媒霸權 官身霸權 警察霸權 民主霸權 國民教育霸權 法律霸權 特首霸權 中共霸權 近乎不可能的任務 勝負的關鍵 取決於人民的性格 7月23號 晚上八點半 柴灣香港青年廣場 Y中藝館 選民力量 大戰九嵩霸權 一節集舞台劇 動督笑、歌舞 雜技於一身的多媒體舞台演出 時事、政治、經濟、民生、娛樂、共野一路 門票分230、160 以於城市電腦售票網公開發售 由即日起 香港人網確認會員可以優先訂票 數量有限、欲購重促 詳情請留意香港人網 查詢電話 2892-7816 2892-7816 2892-7816 特別名謝 靚波王 由多知多彩的印度電影裡面 你得到什麼體會呢? 寫下你對印度電影的感想和欣賞心得 電郵到imovie at hkreporter.com 參加香港人網舉辦的印度電影影評創作比賽 你就有機會被選中 贏取流行手機一部 截止日期7月6號 想知多些詳情 請留意香港人網討論區公佈 店員 政府認可零匯位五萬元起 高雅實惠 永久性專業管理 追消會一條龍服務等 地址 屯門青山村 熱線電話 2121-0111 超人氣的2000日圓料理放題專門店 在銅鑼灣開幕了 十大系列超過200款刺身壽司 爐端燒 跟特設酒店式烤肉及甜品吧 任拿任吃兩小時都是178元起 登峰操極 放題任吃 2000日圓訂座電話 2782-3012 適合